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说说三大球的其他几个项目 比如说女排 女足 这次女足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因为梁岳老师 我们是看着梁岳老师报道女足成长起来 就是这个女足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酣畅淋漓的比赛 尤其是在16比0 但是她前两场都是弱队 因为亚洲女足确实是这种状况 亚洲女足就是前四名水平差不多 或者说是日本稍微好一点 然后就是朝鲜 中国 韩国这几个球队 其他球队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 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 我觉得对中国女足来说 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到 甲指导接队也时间不长三个多月 所以真正的考验就在于应该是今天吧 表队朝鲜的比赛 那这个女排呢 女排我们看 女排因为我们是一个冠军 相当于冠军阵容 我们已经两个世界冠军到手了 所以应该说在亚洲 我觉得还是 打破天下无敌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所以一担心呢 我觉得现在好像 这个听前方记者报道 这身体有点问题 别出大的问题 关键之后还有试锦赛的比赛 所以这个押运会 能够以最小的代价 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 这个是女排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现在的试锦赛的比赛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